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给大家准备视频素材 回来累的不行啊 就干脆说给大家录自己的第一视角的这个直播吧 当然话话就是说完以后 我也得提前说一下 直播视频大家都懂的 这个一保证不了视频的质量 二因为直播或者是又录制 这个可能会导致自己分神出现一些小的瑕疵 大家千万不要太介意 我也会尽量跟大家把思路说清楚的 这边我看见主公选择了一个强度 非常低的操张 所以我干脆选我的将面头最强的不练师了 这个我感觉第一把咱们就有危险了 有一张A我留的 因为我们我从我主公的选将来说 我觉得自己方是劣势方 所以我这边没有选择去换将卡 去留了南蛮无中这些高质量的爆发牌 这就是想提高我提供我 第一次行动的能力 当然有像袁绍这样子的武将存在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危险 具体我们来看吧 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袁绍一波网出方案件 对于主中方是好事 首先咱家有一个不练师我死了 能提高主中的血线和手牌 放肆反贼的话 他需要的牌比较多 有可能都达不到那种收反贼的作用 前之位的元少 所以我个人还感觉他有点可能 偏中吧 偏中内 因为他前之位懂吗 这时候反贼的血线比较低 等等等等 也不好放 其手孙侧跳了一个反贼 放案件 扔距离了 旁通也是跳了一个反贼 无歇了一下 当然这个位置的旁通也是比较偏反的 中会我感觉偏中内一点点 这就是我说了这个位置上的元少 他如果是反贼能力比较弱 包括连反贼同伴都不敢主动飞血 对吧 就肯定不像 尤其是你敢用距离直接 放这个什么 乱击 那可能你觉得你如果你是反贼同伴的话 你也挂出距离性是爱的 草装比较怂啊 这边直接给自己诬陷了 旁通直接过 这个起手直接过 可能 续报下梅花在以后关键时候贴错 因为现在大家状态都比较好 元少放了一波万件 直接过了 这个蔡文鸡 必须是偏反贼的 一顺一拆 这个主要是想提高拆的成功率 所以先顺骗一下无限 顺便是看一下排序 前都挑了反贼比较多 除了元少的身份不太定义以外 全都都是挑的明确的反贼 所以他也是直接对中会这种感觉像内奸的人直接限制 将要过了 好刘善直接放权 好刘善直接放权 来看一下刘善是自己人呀 那还不如放权我 但是因为元少那边身份给于大家的判定不太清楚 所以刘善没敢放权我 但如果放权我的话 两轮安蓄 这个作用可能更明显一点点 草上这边应该是去拆这个帐八蛇毛 或者是人王盾 就是想提高输出 我这边没有距离 我们来考虑一下 这边刚才无限有可能对立的 我想无中先骗一下无限 提高一下我南蛮的作用 所以开一下无中 无限没有找出来 那个安蓄 这个南蛮 我们来想一下放不放到底 我觉得可以放 那个首先元少的手牌已经压制了一下 那个他想就是如果我这个南蛮把所有的反贼打费滴血的话 可能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危险的地方 就不会说全部收清场 因为咱这还逃比较多吗 所以我放的两个好处 一是压一下对方的血线 提高一下可能是内奸的中会的能力 刚才中会无限了蔡文基这个名反人的顺手 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内奸 提高一下中会的能力 其次看一下能不能压下反贼的血线 抑制一下对方的虚报的手牌 其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把刚才我们安蓄了元少一个红桃6的桃子 对吧 那个曹张刚才也是虚报过手牌的 那给予曹张一次秒元少的机会 现在肯定单点打灭元少了 这肯定毋庸置疑 所以 差不多 闪电肯定不用留 因为对方有旁统 要靠闪电是对方跑 看一下曹张的爆发 曹张直接摸三张牌 说明他杀比较少 那扯淡了 当然也是间接的预示着我们主攻的防御还是比较好的 这边反贼还是选择激活我们的主攻 这个时候他激活主攻还是比较困难 主攻的闪肯定要防一下别的吧 我觉得他不应该没闪吧 这边元少铁索一下曹张和刘善 都没想着打我 那还好吧 反正咱动一回合 作用肯定要比刘善作用大 尤其在这个时候 刘善 当然刘善现在想吃手里的桃也是可以的 刚才我是安旭过去一个明桃 胖头现在挂闪电 觉得可能江面烈士一点点 而且铁索而铁索的我家人 财文鸡起了一个距离 财文鸡直接是帮中会觉醒 这个可能是 反正这边觉得江面比较烈士 岩少打不开 所以提高一下中会的能力 让中会那边去做一些动作 想让他提前空工厂 我来把这个身份都比较清楚 方便大家来看 平时很懒的这个平时自己直播 就有可能做解说的时候 可爱给大家标个身份啥的 一般情况下我玩游戏懒得标 这边他把桃直接扔了 这有点太当然也可以吧 就是说让我动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 当然尤其是我安旭给他 也不能提高说是他多大的作用 不过让我动也是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的行动的效果比较明显 刚才安旭没有安旭到过牌 淡点袁绍这边的话 我跟曹张配合有可能把袁绍带走 肯定这个时候袁绍不死 不敢随便打别人的 希望这边能安旭出来一张杀 漂亮还拿走一张桃子 而且又出杀了 这个实在是太给力了 刚才袁绍闪了一下 我觉得他是没有可能再有闪的情况 这边财文机果 当然是贝哥 两个梅花 我这个考虑到底保不保距离啊 可以考虑留距离 提高自己的行动的能力 但是两桃一无懈 我觉得 算了算了 咱们还是稳一点吧 桃子留多点保下刘善的行动 刘善行动让我放权 让我行动的话 我这边安旭都收益比较大 这边曹张终于是要降持行动秒人了 两个思路吧 这边我个人帮他考虑一下 要不就寒冰蔡文记这个队的 就寒冰完没有杯哥 再去第二杀杀袁绍 要不就两杀取弄 当然这个就冒到杯哥的一个危险 就是杯哥万一出一个红桃 或者等等牌都不一定能杀死 但是这个就冒到第二个危险 那就是说 如果反对方还有桃的话 就有可能杀不死袁绍了 两个都可以 两个思路都正确 草长选择我第一个思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当然看一下有没有桃 旁统这边还有个桃 刚才我安续走旁统一个桃 还有 最终还是比较尴尬的 发个表情 调戏一下二哥 让他明白 其实我们这个两个桃 还留的比较关键 草长被翻面 要抑制的比较大的回合行动 让对方有可能激活于秒他 所以 两个桃有可能救他一命 这边 袁绍刚开始扔了一个距离 但现在 抑制了一下 这边又出个距离 直接秒左 刚才乐了一下孙策也是抑制一下 孙策是稳定出杀的 袁绍 旁统 财文机都是没有距离的 旁统这边看 袁统果单是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反对同伴血线那么高 你手牌也不多 所以直接收掉 算了 不用救了吧 没必要 我觉得让他收了吧 旁统拿牌也没 他不是一个那种摸牌爆发的武将 就是说他收掉也是抑制一下X因素 避免说是我们一会动 因为我没距离了 曹张还被翻面了 不一定能杀死袁绍 所以干脆让他帮我们杀掉也是可以的 他拿牌 我也不太怕 换个姿势来玩 搞流善 主公把自己手牌打少点 也可以哈 其实我总被点了 但是他点的比我快 就打少点好事 就是我们可以安续保护他 给刘善安续牌 我总觉得浪费 你说刘善这几个 给他安续了 桃放全都要扔桃 对吧 刚才又安续桃 我觉得他这轮是不是又选择要安续了 总会死 不管 批死拉倒 蔡文基这边还保了一下内奸 这个蔡文基 主要是考虑到现在反贼方是劣势 所以他必须让中会行动 打死一个忠臣 那个反正他现在救活了 中会肯定不会去压反贼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桃吃的应该不是很亏 这个还好哈 我们将面头像有不练师这样的神将 要不如这样子的主攻 选谁都不太好打 而且他唯独一次输出 平时都是摸三张牌过嘛 唯独一次输出 也没产生什么秒人啊 收牌这种效果 中会这边 看下他怎么行动吧 觉醒那么多拳的中会 排一只几 乐了一下 还好我们这边有个无限 让刘善动一下 刘善放拳对我们的支持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一轮我觉得 可以不去管主攻 我动比主攻有用 我觉得不如直接再放我 我个人建议 当然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刘善怎么想的 刘善有两个思路啊 他放拳主攻呢 是为了让主攻这一轮能调整手牌动 那放拳我就想提高安序这个效果 他要是被这个压血线了 我觉得他个人应该是自己动去吃桃 可以自己去吃桃 主攻不是很危险 火攻一下 那个这个时候不是筹内啊 是内奸存在 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能火攻死进入三为三 还是优势的 我方这边控制桃比较多 我们这两个名的 但我们这有两个桃 是咱们知道的 刘善手里头也有一个名桃 是我刚才安序过去的 所以我方控制桃还是比较多 而且我们的过牌也比较比对方强 那个曹章能拿降池能摸三张牌 我这边安序也是三张牌 过牌比对方强拖下去 我觉得我们还是优势 这个优势主要是 他们家袁绍的位置没打开 其次蔡文基和庞统 庞统那边一直没有梅花 也没有产生这个铁锁的输出 这个时候我就想我的距离了 但是当时那个两 这个无限肯定是留下起到作用了 两个桃在现在保留善 保曹章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当时不敢保距离 先挂一个白银 一会对方杀尾刀 咱们八卦换一下 回低血赚对方一点输出 刚才这是明闪 说明孙策那边酒多吗 对吧 不停的酒杀 说明他就是想逼得轻闪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要不明闪干嘛去酒杀呢 庞统这边考虑排序我们这边比较怕什么 个人感觉啊比较怕的就是流善这一轮肯定是能动 咱这儿有两个桃子 但是动完以后 他可能非常危险就这一轮也许我们的桃子保他一下 如果下一轮我们的桃子有可能要留给主公了 因为主公也比较危险就两个都非常危险的话 如果放弃一个人放弃流善 那2v3还是比较难打的 再加上蔡文姬 庞统现在打不动 还有涅槃 孙策现在也不好打 蔡文姬又不愿意吃 我肯定不愿意吃 主公吃 这个如果要吃的话也应该是主公吃 主公跟我比的话 可能我活的更有用一点 我的技能存在更有用一点 刚才刘善留了一张桃啊 这是他是不知道我手牌 所以他觉得曹张有可能危险 就给曹张去留桃了 但是他要知道我手上两张桃果断应该吃了呀 他动其实非常重要的 3v3绝对是我们赢 但是2v3就不一定了 刘善放弃啊 这边怪不得考虑这么久 他这个手牌非常质量高 当然他难门不敢随便放 吴中他也怕 开的当然吴中他开了两张 什么他最终还是选择让我了 选择让我就让我吧 外头也没有无限 刚才旁统铁锁吴中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出来个顺手 能顺一下兵 哎呦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 打错牌了 打错牌 出牌去出错了 虽然外头没有名无限 但是还是应该先安续 这个我走错了 连动两轮 所以说稍微有点不习惯 射谁呢 蔡文健康统啊 彷统吧 就把负一马射掉 看能不能射掉 负一马就算我这轮射不掉 轻了闪 曹章那边动也有可能寒冰掉 这样子保护一下刘善 也保护一下他自己 那因为如果让旁统蔡文健联动的话 刘善非常有可能死 我这边乐一下孙策 但如果能把这个负一马打掉 那蔡文健裸摸两张牌去秒掉刘善 可能性也比较低 再加上我这个桃也许也不用吃在主公那边 因为起了一个乐乐了一下孙策 我们来看主公这边的行动吧 扯淡了 他刚才也没有 其实有时候关键回合 我觉得可以去摸两张 没必要就是非要发动降吃 这个负一马 我觉得弄掉是非常关键的 2v3没得打 如果我们流善这一轮保不住的话 我就可能要压蔡文基 让主公去收菜吃菜 进入2v2 白板的曹璋加有不练师的我去打 孙策 孙策也比较偏白板 庞统的能力也不是很突出 反而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优势 这个也是唯一的能打 庞统这个裸摸太恐怖了 这觉得我也不知道续报的还是裸摸的 但直接求两个桃保不住 我还想的如果能防一下蔡文基杀不死流善 就是我们的优势 如果杀死的话 这一轮我们只能强势的去压蔡文基了 把蔡文基打到一血 主公来吃 这个我肯定不能吃 进入2v2 还有的打 2v3越拖 我们越来越难打 因为人家的过牌就高过我们了 蔡文基也不管随便乱动 这边 我们这边没有安序空间 只能去 庞统拿蔡文基 拿走闪还能压他的血 给予主公 真可 真可惜 怎么老黑桃过不了牌 主公吃菜吧 这必须吃 吃菜 撑一下血线 打下牌 都是支持我们的 思路打出来就可以了 进入2v2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优势 不练实在就够了 将士摸一张 我靠 怎么还摸三张 上轮三张 我都没调整完手牌 不够打的吗 主公点错了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致命了 这是我们唯一能打的方式了 就马上进入2v2 在对方 孙策那边牌比较少 庞统那边牌比较少的时候 他一是能撑一下状态 二维持在 我们降面优势的这种情况下 一个不练是顶他两个 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实在 只能说二哥太菜了 不是黑啊 这完全是他太菜了 这个时候来这种食物 竟然有九杀 反正这边直接推主 打我给主公一会儿追忆 觉得更麻烦 这个实在 哎 真扯 那我们没办法了 我是肯定不会吃菜的 人家一个出顺 这个冰凉也冰到咱的身上了 冰主公 让我们有过牌 这个是 就是想的让我们吃菜 我肯定不会吃 我吃了呢 绝对没得打了 只有主公吃 这个二维二是必须进的 但是 想赢的话 只有主公吃菜 一杀难瞒 直接让曹昌明白 我要能给他安序一张杀 也是可以的 当然安序当时杀也不好打 我们这儿没有桃 他吃完菜 也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效果 堵天度吧 射了福一马 保护一下主公 草装是天度了 但是这个时候完全应该是摸两张啊 你摸到一张杀去过牌 当然我们玩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曹昌这一轮 我其实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曹昌这个将持不是锁定计 没必要说是你输出的时候摸一张 你虚报的几回合有两张杀了 你输出的时候将持摸一张 平时的时候就摸三张过牌 有时候你裸摸一张杀杀一刀 但是他这边可能也是 没有摸到 但是我觉得 应该去啥 这边孙策杀一刀 旁统让旁统降 那个涅盘 直接是过三张位置牌 看能不能提高一下 输出能力 起码铁锁一下主公 完了一个属性杀 基本上就去了 我这儿没讨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 打到后头 主中方人绝对有机会的 那机会就在于那一轮 如果在旁统三血一手牌 孙策 有杖八 但是只有三手牌 手牌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收的菜 一是能找到桃子撑一下血线 二是能提供一下手牌调整 收了三张牌 三也是抑制一下 对方两张牌的过牌 起码那一轮蔡文吉在 下轮动的时候 一决斗一难瞒 都打出伤害来 对吧 那个起码收了人 这个牌队就变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绝对是有机会赢的 但是很可惜 曹张在关键时刻点错剑了 这个可能是一队武将的不熟悉 因为他曹张那个操作上的描述比较多 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那直接弄了 因为是直播 所以我不能加快一点点 就看着主攻被虐杀吧 这一轮是比较可惜的 我觉得后面我们是有机会能赢的 来看第二轮 我尽量的看一下心情 那个心情好呢 就一直直播的直播到我不带要玩为止 心情不好呢 直播两把就算了 拉倒了 吐槽下二哥 忠诚的主日角 来看一下杰云妮选什么主攻 其实多出点主中的视频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赢了的话 总比反贼赢好看多嘛 所以今天做直播 都当主中的话也是不错的 大家现在都吐槽 反贼胜率太高了 所以看一下主日角 主中我们来怎么打 也是更好的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吧 好久不做直播了 其实我现在挺紧张的 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包括安续有一轮 后头有一个 当然没多大影响哈 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排序 还是应该先安续的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直播吧 没有弄考虑好 这边孙权 有张和加一马 该不该还好咱这 刚才我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 忘了去刷手机卡了 不过还好有个过拆 就算你张和跳了一个 果然是跳反贼了 跳反贼拿了加一马 我们也可以过拆去拆完他 去打他 尤其还降了一滴血 这样子 先杀 杀完了 看能不能直接打到他 球台要秒的 如果反贼其手没逃 还能有可能秒了他 秒了他 直接确立人数优势 我们就赚死了 基本上要稳 如果克这种高富帅武将 强度就是很强的 他直接来 去顺我了 所以他也是可能要防我 这个他必定会放加一马了 因为他既然忙我定义 我是一个忠诚 虽然我是的确比较偏忠的 这个只要有这个动作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拿走加一马 来防我 堵我 先拆 不练是跳反 不练是跳反 没拆掉 我们就改去打不练尸 因为不够直接度 咱们先杀一刀 看他们成功 成功的话 直接就秒不练尸了 一滴血换一个对方神将 在不练尸动之前 秒掉他 我们是大赚的 所以就不要客气了 正好排购 秋桃 那有手机感人家有一个桃 也是正常的 这边可能在有反向反贼的 高顺比较偏中 孙坚比较偏内 那向反贼就是二张 他是啊 这不练尸干什么啊 安徐给孙权 不可能去跳内的 这个可能是两种思路 一是明孙权一张点 让泰式辞一会好 拼点选择 或者让高顺 但高顺那个位置 是比较偏中的 我不太了解 张和那边有安徐空间的 但是我觉得 他的思路是在于 他这次高顺那边 可能都是拼点五将 像透明一张手牌吧 这是我唯一能帮他解释的 但是给我的话 我肯定安徐给张和 高顺你把他想成一个反贼 我觉得贴主位嘛 如果是二张和高顺换一下 你这样做 我觉得打得非常有思路 但是高顺是八号位 这是想往死里搞我呀 那我们就是 迪欧奥才让他明白 哎呀 没杀 人家让我明白了 二张还是比较偏 这个反贼是因为 从主中那边推过来的 孙坚这种武将强度 选当反贼不太合适 所以我多半定义孙坚是内奸 贴主位的高顺 更像中一点点 所以二张这边啊 这边大家都不去杀泰尔茨了 啊他这个是挑了一个名犯了 如果他是忠诚的肯定杀到泰尔茨 因为我跳的名中对吧 瞬间向内 杀到泰尔茨绝对没有问题啊 这个果然是泰尔茨 我这边也是帮大家看一下那个点数 啊 泰尔茨敢拼呢 就是啊 青钢 来奥茨 漂亮 有张闪 不过下一个就难说了 有一个名的啊 他断杀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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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坚直接啊 因为身份全部跳棋 所以直接阴魂高顺 提高下高顺的行动 帮他控一下场 起码把不练师或者张合 两个人都带走 就看他什么手牌了 最好是啊 实在不行 带走一个 带走一个张合吧 不练师交给我 放开那个少女 可能有朋友问 为什么我希望 因为高顺手牌比较多 他打死张合 我觉得是可以打死的 打死张合 也是保一下孙权的装备 如果把那个什么 人亡啊 等等等等弄掉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对方就可以直接推主了 而且也间接的让我们 难打死犯贼 那他这可以把人亡 换给自己 或者换给不练师 所以在张合动之前 弄死他 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而我动的话 有可能也会把不练师弄走 所以如果高顺拼点 去打死不练师 剩下的牌 基本上全部浪费 而且也给张合 撑血线拿牌 对方印象不大的 所以不练师 竟然在我后头动 他优先打死张合 我来动 如果他有其他牌 打死不练师是好事 如果没有的话 让我来动 打死不练师 也有可能 当然前提是 这边能不能把 孙权的乐拆掉 拆掉乐 我们基本上 这一轮就要赢了呀 我感觉 将面还是 这个还不一定 说多了 这个想多了 要赢还不太一定 因为不练师死 还有一次追忆 他二次可能 要有一个小爆发 扛过那一轮 就好打多了 那么这是为了收 不练师丧心病狂了呀 哥还有我呢 哦靠 哦 有个红桃 这如果不练师不死的话 乐是天过的 当然 死了 刚才张和死 都没有求逃乐 所以我们这个 大家玩诸葛克 一定要记住啊 能傲财就傲财 用不用是你 但是你要傲的话 会能透明一下 对方或者自己手牌 这边看了一下 无中无谢 基本上不连是死 都要追忆给泰尔茨 这两张手牌质量 就非常的好了 但是我们间接的 也是明白 泰尔茨的手牌质量 非常的好 有一张未知的 但是给补了一张 无中和一张无谢 刚才他打完是没有杀 所以基本上能把 泰尔茨这个输出能力 估算出来 七张手牌 在高盛 但是因为拼点过了 所以也没有多大作用 大概 大概率是直接过了 可能有张桃 过这么多牌 有张桃 不意外吧 有张桃 可以保一下我 孙权现在状态比较好 我们这边就考虑一下 泰尔茨内这一轮的爆发 泰尔茨茨拿了一张 名的无中 这边怎么给高盛 那说明二张还是比较怂我的呀 很可惜没有什么牌 这直接 没办法了 什么也不能干 拼命也不拼不了 那就直接过吧 我觉得是留善为主 这是为什么 首先二张如果二张 他词有什么决斗难瞒 这种锦囊伤害的话 肯定是去打孙权的 绝对不会打我 其次的话 二张是没有距离的 二张杀是如果有 他有多余的杀 他肯定会杀我的 所以留张闪就够了 12点也能方方泰尔茨的 天蚁当然 基本上泰尔茨是要拼自己人 为了提高成功率 但是也是想留个大点 大家可以看到 有几张杀 他还好是没有决斗什么 但是有决斗什么的 杀肯定杀我 这边看到一张闪一张火攻 我决定不用了 这个朋友可能会要问 为什么不用这张杀 因为泰尔茨刚才的手牌是明的 第一轮把杀打光了 完了后头又拿了无中无限 手牌上有杀的可能性比较低 如果我这次通过傲财 看到这两张牌 我要出了那张闪 给他去过多余的未知牌的话 可能会让他找到更多的输出牌 来秒主攻 这个时候我死不死是无所谓的 我占不占这个排差的便宜 也是无所谓的 最主要的是抑制泰尔茨的爆发 所以让他的手牌在我们可攻 古定刀 我靠这你能信 完了这要悲剧了 高顺我觉得有一张桃 主要看孙间那边有没有救援 高顺吃桃了 这个两张桃比我想的多 但是我觉得泰尔茨 有没有继续的红杀 他把青钢剑换了 决斗 决斗你看都不会打到我这 所以留酒没用 留闪就够了 来陈奥才 给他们一个救援 让他们明白 但是很可惜没有 这样直接去 两轮忠诚都死了 客人觉得主角这边还没打失误吧 我觉得只有一次排序 没处理漂亮 其他我觉得思路还是可以的 这个只能说是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赢 但是很可惜都没打出来 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的主攻 好的 就像主中赢 今天直播 有可能 恩连败吧 但是出主中 主中赢的 感觉是不同的 反正大家看直播 输赢无所谓 平时搞录播 录自己的录像 肯定是选赢为主 因为你都赢不了 还出视频 那不是交坏朋友吗 但是 做直播 我主要讲自己的打法的思路了 而且这个更直接一点点 有袁绍 有诸葛克 有寻妖 吓残了 我靠 还有庞统 这全是朝得我来的呀 像忠诚的可能就是寻遇 董卓也不一定呀 董卓也相反 带上忙一下庞统吧 那个杀董卓和杀诸葛克 作用都比较低 也只能打打庞统了 后攻 太过分了 这往死里打呀 虽然加以马能防下诸葛克 但是后头什么 庞统 袁绍 巡优 三连洞 而且对我威胁都比较大 所以我想天命了加以马 这个提高下我的基本牌的数量 防下后头三个人连洞 就算这三个人里头有 中内 就算有哈 这诸葛克是反贼 我后头还有袁束 巡优 巡域来打死他 而且巡优 袁绍都是靠A的 诸葛克有可能提前就死了 这个加以马都不用去留的防他 所以我就直接天命 提高这个基本牌数量哈 这个庞统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偏反贼的人 因为打我都是需要那种 避免杀伤害的人为主 像找技能比较简单的巡优 就我就觉得比较偏反贼 这边袁束果然保了我一下 觉得我这边比较危险 后头还有一个袁绍 当然袁绍我觉得现在向内了 那两个反贼是巡优或者诸葛克 异货者 也没什么异货者了 直接袁绍 放完键 这个动作不太像那两 他就想打我呀 好这边一会儿袁束家寻遇的行动能把诸葛克描死我们赚的呃 袁绍打的是不是是否有点奔放啊 如果是反贼的话 当底是内还是反呀 因为我抱的没闪了呀 他这一不停的放不怕我死不向内 如果是内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去抱 中更不像了对吧 中也不应该现在这的往死里放啊 所以这个身份还是比较头疼的 以我对大头算理解 我觉得只能是反贼 这边直接九杀庞统 虽然杀了一个反贼 但是我觉得袁绍是反啊 可能袁绍是一个内 巡优和诸葛克里头有一个忠诚 这是为什么这么反应的 因为袁绍如果是他是忠诚 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 他不能当中也不可能当内 他这个杀可能把自己想把自己的 如果他是内呀或者什么 其实杀一刀就可以了 他干嘛九杀呢 是想骗一下巡优 因为他杀了一个反贼 但这个反贼杀不死的 如果给我是他中内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去杀巡优 巡优也可能偏反的 为什么去杀一个杀不死的旁统呢 所以他这是想骗巡优的杰命 这是我们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个骗还是比较拙劣 起码分析一下分析清楚了 这个时候只能考虑到巡优和诸葛克里头 到底哪个是忠诚 而袁绍可能是一个内奸 袁绍其中那个无邪打的比较奔放 也许他是觉得我比较危险吗 这轮可能咱们又要跪了呀 我感觉 寻邀去强秒诸葛克 这跳了一个钟了吧 哦 奥彩 神奥彩 啊 这不怕我死的呀 这不像钟了吧 这不怕我死的吗 我靠我抱的迷没闪为了收诸葛克 丧心病狂了呀 哎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呃 干脆决斗一下 让后头的人来杀死诸葛克好了吗 对吧 决斗一下袁绍什么的 呃 安全一点点 你这上半径有可能我就去了 你让袁树加寻玉联动是又完全有可能打死诸葛克的 因为袁树动完以后挂一个距离有一个拼点的空间 寻玉是双杀 袁树的话也有可能造成一到二点伤害 呃 诸葛克是稳死的 你干嘛那么拼命了 所以这个动作我觉得寻邮可能是内奸了 只能这么考虑了 啊 具体我们来看 这是我个人裸分析 哎 哎 袁树怎么不铁锁 寻玉和诸葛克啊 这怎么能让诸葛克动啊 这打得莫名其妙的 哎 你这是要干嘛 诸葛克马上要动了 对我威胁这么大的人 不去想的铁锁去秒诸葛克 去弄一个三雪的袁绍 啊 想不通 这个实在是想不通 寻玉不管了 对啊 那寻玉都吐槽了 这个打得完全是没有逻辑的 这个时候你 你怎么能这样子去考虑 必须是死诸葛克 诸葛克不死 我有可能被秒的 能产生产生 可能产生多点输出了 啊 寻玉寻 寻玉果然是个内 他的动作就肯定不像中了 这不怕我死的吗 哎呀 寻玉怎么 怎么 诸葛克怎么可能是内呀 他拆 他拆都不去拆你们的桃 他要是寻玉要是反 他肯定找忠诚的桃去秒我 对不对 还莫名其妙的这 一下 我觉得咱这局要跪了呀 这 你说这忠诚我们怎么打 不过寻玉这边给乐了一下 还好 这个乐非常的关键 让咱动一下 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当然机会也比较渺茫哈 除非我这边动 能产生多点输出 就是说秒对方几个人 要不对方通过铁锁 就是有蓬筒的行动 董卓的行动 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群玉拼脸杀了一下蓬筒 这是逼得我这一轮必须有所动作了 因为两个医学反贼 袁绍只要摸到一样的 就是一波的清场的节奏了 所以我们这一轮行动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行动了 有个藤甲 来 我们先顺一下看一下手牌 有一张沙 我来考虑一下 这个还真难抉择 因为已经有两个医学的反贼了 抑制袁绍 收队友 我觉得比较难收 干脆我们 看能不能带走人去过牌吧 只有过牌才能把这个局势扭转回来 再加上我这边有个藤甲 也可以看一下效果 就元素那边有个闪 我来看一下这个手牌怎么调整 只能 利用密照再产生一点输出 五股都不敢 有个十点 只能这个给给寻玉打一个思路了 我 密照他 然后给他一个思路 让他故意的去费血帮我去 洗牌 现在只有过牌就行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的危险 旁统 旁统的动作和 那个袁绍的行为 都可能导致我们崩盘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 必须的是 但是群玉没有想到思路啊 不过还好输了 那个有桃 我们赶紧过牌啊 解命我 这个时候必须在我回合产生多点输出 去秒人 去创造输出 要不还是比较难打的 哦 漂亮 这个就是我要的效果 就是必须在本回合内产生多点输出 去秒人 要不我这一回合过了 秒不掉对方 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方总有机会去杀死我 不管是利用铁锁 或者袁绍找机会 就是袁绍摸一张杀 等等等等 都是可能去一波带走 我们的人的 所以必须这人去产生这种效果 诸葛科这神奥才啊 断杀了 撤逼弹了 这没办法了 谁要踩一个桃 直接让我们明白了 那现在 只能求一下 那个 袁绍那边裸摸不出杀 裸摸不出一样的牌 留一张无蟹 也是防一下 旁统那边想无蟹 想怎么搞怎么搞 这个无蟹必须留给 限制袁绍的行动了 因为袁绍动一下 我觉得我就要去了 只要断杀就好 断杀断一样的 这个才太恐怖了 这也是诸葛克牛逼的地方 旁绍扔个无蟹 那说明这个无蟹能留一下 断杀断杀断杀 我们诅咒他 这肯定无蟹啊 这怎么能让你去过牌呢 好 断杀了 漂亮 这个 旁绍其实在这个时候 不留无蟹 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因为他们应该拼一波了 这个时候必须说是防止任何X因素存在 那个袁绍动就是应该让袁绍作为核心来去打 无蟹必须防止袁绍被其他各种因因素搞得他去弄 而自己肯定是要送给袁绍 他可能是留一张桃吧 我没有留无蟹 那我只能说是他留一张桃 对 哎 就是让他人头了 留桃没用 这个时候就应该留输出牌 让袁绍采成作用 一边 啊 哇 袁绍这个时候他开桃圆什么意思啊 啊 这两回合袁绍打得太糟糕了 这个时候明显对方要奔盘的节奏 旁绍旁绍没有那个那什么 呃 寻与稳定双杀 竟然开个桃圆 这个桃圆是开的什么意思呀 如果不死人的话 我很危险的 在这让诸葛克这种英雄 啊 诸葛克这种武将 袁绍这种武将 怎么能桃圆的必须死的呀 让他们 哎 我都激动了 我靠 这这这这这做直播 竟然是明的摆的 就是故意让我输的嘛 我靠 哎 太太不能忍了 这个时候挂一个 就有距离挂个距离 他还扔距离 袁绍 你挂个距离留个小点 桃圆都不用开 对吧 呃 你让群域去拼点去杀人吗 呃 杀死了诸葛克 我们稳赢的呀 哎 杀死诸葛克 我这儿连弩 只要出一张杀 就一波带走 啊 这个时候怎么能这么打 怎么想也不能 可能开桃圆呀 这是明显找输的呀 不管是什么 对吧 你挂个距离留拼点空间 呃 我这个必须乐袁绍了 那个袁绍洞 有可能是产生非常大的输出的能力 呃 我觉得让旁统洞都不应该去让袁绍洞 所以我又兵又乐 双保险 哎 这元术打的我都不会玩了 怎么打 不挂起距离杀到袁绍 不能压 旁统的血 压到一血的话 总会让袁绍爆发的 这个时候对方的核心就在袁绍这里头 别的我觉得没没什么作用 不要留火工 万一人家 把火工拿走什么的 天度一个乐 还好双保险呀 当然就算天度了乐 还有兵吗 诸葛克赶紧弄死呀 这个桃园完全是在帮反 在玩 这要不早赢了 好 九杀 奥彩有桃吗 当然他要才多少个桃呀 能不能杀到诸葛克带出一个距离 让荀运那边拼点 秒了 诸葛克也是个机会呀 很可惜他没有挂出距离来 又让诸葛克动一轮 当然元术这一轮过牌比较大 我觉得有可能找个桃子 那肯定人家是有机会要弄死我的 当然我也觉得元术那边有桃子 诸葛和裸摸非常给力 不能顺啊 顺了就不能双杀 不能让旁统动 最好是在旁统动之前杀死他 所以杀一刀完了 如果成功的话 再密罩杀一刀 这有可能就把旁统带走 如果旁统不是闪 那很可惜是闪 因为我这还有个12点吗 圈子比较大 所以这个完全不能顺啊 因为旁统动就是有X因素 最好是能杀死他 打到一血也不顶用 人家现在就拼命 作为反贼 现在血线都是其次了 就是在我一血的时候 看能不能尽量描死我 12点太大了 不能密罩 寻遇还说让我淡定呢 我想不淡定呢 我靠这怎么弄 哦 拆一个无限 找头了 但是我这有一个是闪 也不怕 那腾甲也是防贷优异啊 淡定过了 拆这一张 不如拆腾甲吧 啊 哎呀 无所谓了 人家诸葛克也不需要 那个正儿不仅用杀来输出 杀来输出也不稳 拆找桃也是正常的 终于挂出个距离 这样子的话 双杀诸葛克 啊 这有朋友要问我 为什么不先顺 这个火树帮我回答了 我们感谢一下火树 做直播不方便打资呀 只要我杀成功了 就是有非常有可能 直接秒掉庞桶 那如果顺了的话 怎么玩也是一点伤害 对吧 那我们肯定要最大伤害 不让庞桶动了 动一下 他起码起过拆了 对吧 那起点别的 这边元素扔桃了 扔桃 可能留一个小点 想让诸葛克死 这边只要傲财不出桃 我们是稳赢的 还好还好 就是说 这一轮 这你能信啊 诸葛克在这关键的时候 竟然吃了傲财出一张桃子 寻遇再刷 看有没有傲财出闪 还好还好 求桃了 这个吓死我了 差点差点差点 这个也就是 诸葛克强在所在 就找一个基本牌 太简单了 直接是要把咱吓尿了 如果诸葛克这一轮盾 肯定死了 刚才元素也是故意 为了留一个小点 那个产生拼点的作用 所以没有给我留涛 当然 作为我们也没有考虑到 诸葛克 竟然能有可能活下来 不过还好 这边杀是成功了 直接带走 行吧 今天这个直播就到这 打的还是比较激动 最主要是三把 主中举 这样子能帮大家去分享一些主中的视频 总比反贼的好看 对不对 好 就这 拜拜